四年前我们一起辛辛苦苦地创业了 完全是百说七家 开始代理土耳其的很多高品质的商品 分享给很多人 但是去年年底我们发现 台湾的一个代理商 完全是拖了我们四年的努力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他用我的名字跟大家说 不重提前 结果呢我们四年以上的努力 一下子就没有 从土耳其来台发展的艺人吴凤 四年前与台籍妻子一起创业 代理贩售土耳其商品 怎料一家台湾代理商 竟进口了他独家代理的果汁 还以吴凤推荐打广告 让吴凤近日罕见动怒 呛我们四年的努力被偷走了 并宣布停止代理 该贩售其他厂牌的果汁 夫妻俩也表示他们之后会更加小心 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去年年底我们发现 台湾的一个代理商 完全是拖了我们四年的努力 他从土耳其买了我们独家的果汁 放在很多的铜路 包含网路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用我的名字跟大家说 无奉推荐这个美术 这个品牌 结果呢我们四年以上的努力 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想要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 就是像我们这种白手起家的一个公司 没有那么容易呢可以铺在一些超市啊等等的一些通路 其实我们之前呢曾经也跟很多的超市就是有联系过 但是后来都被拒绝 然后曾经也有过就是上了某一家的超市 然后可能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呢 然后就被下架了 有可能是其他的代理商就是就是跟他们就是反应之类的 因为毕竟做生也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就决定说 我们好好focus在自己的官网 然后还有就是初期我们有合作 后来的这个通路 我们就好好自己的努力 所以其实很多通路上面确实是买不到我们所进口的东西 不是我们不想 是我们真的进不了 然后所以呢这家台湾的代理商呢 他们其实拥有很多通路的优势 他们原本可能跟这些通路都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去取得 这个大量的一个妹数的果子 然后铺在各个的超市的一个通路 然后网路的通路也有 然后上面都有打无缝推荐四个字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从我们开始发现之后呢 我们就有咨询过律师了 但是非常可惜 那时候律师有跟我们讲说 其实只要他进的是真货 不管他的来源是哪里 他只要不是假货 基本上他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责任 当然可能还有公平交易法 但是公平交易法这个牵扯比较远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可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 不见得可以索取相等的赔偿 这是跟律师讨论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最明显就是他绝对是违反了姓名权嘛 就是他不可以用无缝的名字 因为其实我们一看上面的 进口商通通都不是我们 其实我们在发现的当下 当然也是蛮神奇的 我们也有主动跟这个代理商联络 那他们初期也都是采取不回应的措施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能我们也有截图 但是在法律的程序上来讲呢 这个真的是我们也是遇到才知道 在法律上的程序上来讲 如果你单纯截图 没有一些程序走的话 比方说有一些公正人之类的呢 他可能会烦咬你说 诶我怎么知道这张图是不是Photoshop的 所以其实在我第一次截图的时候 因为我就比较有点心急 我就立刻就是传给他们的 他们的line的联络的官方之后呢 他们一样不回应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 他把这四个字给撤下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 可以规避他们的责任 然后后来呢 我们在实体超市上面也发现 他打了无缝推荐四个字 于是呢 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请跟律师请教 我们就是好好的收正 就是有一些收正的步骤之后呢 请律师呢 帮我们去函给这个 纯正信函给这家超市 那家超市呢 当然立刻就把他所有商品都下架了 不敢卖了 但是这是超市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家代理商呢 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方法 可以让他就是阻止他再继续卖这款果汁 那当然同步呢 我们有联系土耳其的原厂 原厂一直坚持说 没有错 我们就是独家代理 他都有给我们一个代理的授权的那个证书嘛 不过他还是没有解释说 这个代理商他如何取得这么大量的一个货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这件事情上面也蛮 蛮就是受挫的 我们觉得我们在衡量之后呢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公司 我们也不可能耗很多时间跟他去打这个 然后最后可能也没有什么赔偿情况下呢 我们后来就决定呢 就是先暂且先不进这款果汁 对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后来就现在我们这么多的努力就没有了 然后我跟老婆决定 没关系 我们可以从亲开始 这次呢我们会已经更清楚的 更有经验的 以后再不会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咱们和多可可 次 解决 飞